在汉代 河浦郡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偏僻之地 当地土著被称为百越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过中原文化的影响 已经出现在百越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那么是谁把中原文化带到这块滨海之地的呢 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 在河浦地区又产生了怎样的碰撞与交融呢 公元前24年年末的一天 在西汉的京城长安 一位官员指高气扬地来到一间牢房之中 宣布要将里面的犯人统统都流放到河浦去 河浦是当时西汉边疆的一个郡 最初设置于汉武帝时期 其辖区主要包括了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 和广东省的西南部 甚至一度还包括了海南省的部分地区 据专家考证 它的郡制应当在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河浦县 位于沿海地区的河浦郡距离长安城十分遥远 而这间牢房里关押的都是一些妇女和孩子 她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会被流放到偏远的河浦郡呢 原来这些人是曾经的经兆尹王璋的妻子和儿女 据汉书《王璋传》记载 王璋性情耿直 常常给当时在位的皇帝汉成帝尚书金剑 汉成帝生活荒淫 不理正事 自从登基以后 便把政务全部托付给自己的舅舅处理 汉成帝的舅舅王凤就这样把持了朝政 成为一手遮天的权臣 王璋对此忧心忡忡 他给汉成帝上书 建议罢免王凤 另外选用贤能之人为官 这让王凤极为愤恨 不久他诬陷王璋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行 把王璋抓进大牢 而王璋的妻子和儿女 也被关押了起来 由于受到严刑拷打 王璋很快死在狱中 对此王凤仍不解恨 他下令将王璋的妻子和儿女 流放到千里之外的和谱郡 此时 去汉武帝设立和谱郡不足百年 在绝大部分中原百姓的眼中 和谱依然是一个陌生 而且落后的荒蛮之地 可想而知 当王璋的妻子在经历了 丧夫的悲痛之后 得知自己还要带着儿女 跋山涉水 去往和谱这个令中原人 望而生畏的地方 他会有多么绝望 而且如果朝廷不下旨赦免 他和他的后代就必须 一直生活在和谱永远不能离开 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惩罚 是王凤对王璋一家人的报复 而在西汉 像王璋的妻子和儿女那样 被流放到和谱的人 还有很多 因为就在王凤死后不久 他的侄子王莽也登上了政治舞台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权臣之一 在王莽当权期间 他遭遇到巨大的阻力 为了打击政敌 他也像自己的叔叔王凤那样 将很多反对自己的人 都流放到偏僻的和谱 希望他们远离中原 再也不能翻身 其中就包括几位国杖和驸马 以及许多诸侯与高级官员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王莽甚至把自己的小舅子 都流放到了和谱 而这些曾经的皇亲国戚 达官贵人 在来到和谱之后 也给和谱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据专家介绍 在今天的和谱县城附近 有着大量汉代墓葬 考古工作者们 从中挖掘出了 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不但种类繁多 而且工艺精湛非常华美 那么在两汉时期 小小的和谱郡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珍宝 而在这些珍宝当中 汉乐文化的交流 又有着怎样鲜明的体现呢 事实上 当王璋的妻子 和其他被流放的达官贵人 来到和谱之后 却发现当地的情况 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 因为远离中原的和谱 其实是一个非常繁荣 富庶的地方 和谱位于岭南地区 虽然自古就是百岳聚集之地 但到了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 留住岭南的中原士兵 和大量被秦始皇下令 迁移到岭南的中原百姓 已经为和谱当地的百岳人 带来了一部分中原文化 和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 百岳人和中原人 共同对这块土地进行了开发 不过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 在秦汉时期 和谱地区的农业种植并不发达 在这块滨海之地 更多人依靠海外贸易 和采集珍珠为生 王璋的妻子 在被流放到和谱之后 就是依靠采集珍珠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累积了数百万的资产 由于海外贸易和采珠业的繁盛 和谱地区汇集了 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 像王璋的妻子这样富裕的人 并不罕见 因此在今天和谱上千座 已经被发掘的汉墓中 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 上万件珍贵文物 很多文物的工艺之精湛 造型之华美令人惊叹 而在这些文物当中 中原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 和谱在很多汉人眼里 它是比较落后的地区 很多就是说被贬的官员 发配流行到和谱 其中比较多的就是 那个王莽乱政的时候 他们带来了这个 先进的生产技术 先进的文化理念 这肯定会对和谱的发展 起到了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我们现在出土一些 像和谱的青铜器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当时这个中原 它已经不盛行青铜器了 但是在和谱 这个汉代青铜器 就是有点这个炉日中天 在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和和谱汉代文化博物馆中 我们就能看到许多出土于 和谱汉墓的青铜器 它们造型精美 种类繁多 湖 顶 钟 灯 这些先秦时期中原地区 常见的青铜器种类 在这里随处可见 这无疑体现了中原文化 对和谱的影响 而这些青铜器上的羽毛纹 三角纹等图案 又带有明显的百岳特色 这充分说明了秦汉时期 大量中原百姓和贵族的到来 让中原文化和百岳文化 在和谱地区产生了交融与碰撞 在诸多珍贵文物当中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镇馆之宝的 语文铜凤灯尤其精美 是难得的杰作 这件铜凤灯通身高33厘米 弃形为双足并力 扭头回望的凤鸟 凤鸟的颈部是两层铜管 可以拆开和转动 凤鸟的背部用来放置灯盘 腹腔可以盛水 嘴显喇叭形灯罩 当灯点燃的时候 油烟就通过凤嘴进入颈部 到达凤的腹腔 融入水中 从而防止污染 可谓是两千年前的环保产品 大批中原移民 和流放到河浦的达官贵人 让河浦的当地百姓 接触到先进的中原文化 然而 真正让这个偏远之地 发生深刻变化的 则是一个名叫费夷的人 那么费夷究竟是谁呢 他在河浦都做了哪些创举呢 就在往往残酷打压政敌 篡汉登基之时 天下大乱 汉朝宗室刘秀趁机起兵 建立了东汉 史称汉光武帝 和往往将政敌流放到河浦不同 刘秀特地为河浦指派了一位 名叫费夷的太守 在史书中 费夷是第一位留下姓名的 河浦太守 他是当时有名的贤能之士 深得刘秀敬重 刘秀当上皇帝之后 曾经多次派遣特使 邀请费夷入朝为官 而费夷也没有辜负刘秀的信任 就在任河浦太守之后 他便大力推行清廉执政 并且强调要让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符合百姓的利益 不能让不必要的制度成为百姓的困扰 在当时的河浦 由于像王璋妻子那样依靠采猪报复的人很多 因此许多河浦百姓都纷纷投身采猪业 以至于当地农田荒芜 粮食匮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费夷想了种种办法 他以太守的身份 在河浦大力推广农耕奖励开荒 费夷不但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种方式 还带来了中原的竹筒水车 养残织布等技术 并且带领当地百姓修筑水渠 堤坝等水利工程 他甚至亲自来到乡间 与百姓同吃同住 共同劳作 赢得了河浦百姓的爱戴 因此当费夷任满离职的那一天 河浦百姓纷纷为他送行 一直送到河浦郡边界的一座大山跟前 才与他挥泪作别 正是由于费夷的种种努力 河浦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在河浦地区出土的很多淘仓和铜仓 就反映了这一点 淘仓是中原汉墓常见的陪葬品 这说明两汉时期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 也体现出农业发展与粮食丰收的社会现实 不过出土于河浦的陶仓和铜仓 还有着自己的特色 它的气形仿造的 正是当地典型的甘蓝式建筑 这无疑是中原文化与百岳文化 在河浦地区碰撞与交融最好的见证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